我可以先跟各位分享 雅國哥先是在創作這一個作品的背後等級 他其實是那時候剛經歷過 丈夫之後 就是他爸爸過世 然後他心裡面感覺很悲痛 因為爸爸的過世對他來說 不僅是童年的消失 也代表過去某一段美好的婚姻 隨著爸爸的死亡一起離他而去 所以他面對爸爸的過世 就是他戲裡面有很多的壓抑跟傷痛 他不知道要怎麼表達 可是他最後決定在幾個月之後做的這個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結尾其實也是 可以感受到雅伯特先生他戲裡面還是有一種 痛苦跟癢無奈 那還是沒有辦法被解決的 那這個作品他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從作品本身其實看不出來 他跟上腹之痛有什麼關係 那這是一個小手他曾經說過 小手手上拿著紅色的花 代表的是過去美好的婚姻 然後紅色的花只要他往那邊走 突然間另外一朵藍色的花掉到他另外一隻手上 那朵藍色的花可能代表的就是未來美好的夢想 可是藍色的花只要他往那邊走 所以感覺上那個音樂 他好像在跟兩朵花互相共融 可是兩朵花其實要去往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他這整個人就在這兩朵花之間抉擇 不知道怎麼辦 那其實這個已經各位可以想像的到 就是為什麼他會做這樣子的選擇 因為他曾經在爸爸死亡的那種傷痛裡 所以他一直去回想過去的美好 可是他知道生活還是要繼續往下走 他不能一直沈免在過去的傷痛 所以他就在兩者之間選擇 不知道怎麼下決定 所以最後他放棄了 就像一顆卸掉的皮愁 他不知道他繼續生活的勇氣跟力量從何來 那這個作品你們說適合小朋友看嗎 也許適合 因為小朋友看了 我不知道我沒看都不會再看 因為可能那個東西對他來說是有點陰暗的 所以某種程度我們會說這更適合大人看 因為大人在看的時候 即使他不知道那跟上腹之痛有什麼關係 他可能也會自己去想像 紅色的羽毛跟藍色的羽毛 它代表是什麼 也許是一段三角戀情 也許是你跟父母之間的依戀 也許是你要選擇到底我要去台北工作 還是要留在家一眼 對 所以我們其實從一個很簡單 完全沒有對白 沒有文字語言的一個表演裡面 我們可以無限上方的 將我們自己心裡面 正在面對一些生命的問題 放到這個戲裡面 然後用自己的自由的詮釋 去看待這個作品 那在這個作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剛剛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我們前面看的幾個作品 每一個戲有的角色 他都有一個實在的身體啊 手啊跟腳 還有一些清楚的關節 或是脖子會扭動 可是剛剛那個小丑 他其實除了他的頭還有手之外 他的身體其實就是一塊布 那那個布其實完全都是靠 你選擇那些絲線 要在哪些點把它綁起來 然後超友使用一種 給他一個什麼樣 呼吸的節奏跟韻律感 讓那個布雖然是一塊布 可是他卻能夠塑造出 關於那個小丑的身體性 那在舞動的當間我們可以感覺到 好像看著看著那塊布 似乎長出了一隻腳 然後或者是他坐下來的時候 他也是會有一個重量 所以雅伯特先生其實到後期呢 他實驗了很多關於材質的運用 就是我們怎麼樣讓一塊布 可是我們可以捏出一塊 捏出一個頭 然後他的身體還是存在的 那那個時候其實觀眾非常重要 因為觀眾他要放開心 他不能一直抬一下問說 為什麼是一塊布 為什麼是一張紙 他要試著也進入到那個角色裡面 一起替那個角色完成他的身體 那他會選擇布 但他沒有身體 其實跟剛剛最後一幕是有相關的 因為他其實你想到最後 是無能為力解決他的傷口 他就是必須要像一個虛無的存在感 整個人趴在地上 所以他特地選擇沒有身體 用布來表現他的那種 沒有生命沒有身體感的 那個呼吸的感覺 嗯我想請問我要怎麼換 那換就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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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